那I'm the Nuna 排斥好 沒問題好 反正就是 那下一個的話 我們再歡迎哲偉來分享 他今天做的動機 欸是幾分鐘 五分鐘謝謝 OK 好 大家好 我剛才一時直接忘記填那個專業名稱 我現在想分享的專業名稱叫這個 好連接連續行行人路徑繪製步驟 我想不到別的名詞 那就先白話一點想 那這個是想要探討一些街道的系統 那這個街道系統 我們看一些國際上在做街區的轉變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手法 我們很快看一個案例 例如說現在畫面上你看到的是巴塞隆那樣的城市 哇一格一格的 那當年的規劃就是一個模舉模舉 那模舉模舉這個你可以想像都是車子在走 所以他們後來就覺得我們車子也逐漸少了 那所以我們可以有人走的路徑 那所以人走的路徑那怎麼創造 因為你原本的切割都是車子要走的 那這時候怎麼用它本來的都市線況 道路的線況去調出 人也可以走的更安心 就人跟車子不會十字交錯 人車入口減少 那他的做法是 他說這個像你可以看這個紅色的 車子往北邊走左轉 車子往南邊走 他也是左轉 所以車子還是可以到每一個要下車的邊界 但中間就是一個人可以這樣走過去 就不用再停下來看左邊有沒有車子 又沒有車子 那他是基於他的模舉去想出這樣的一個 可以像是幾何圖學的一個解法 但是他裡面這樣開始的去說服 我不能讓你直通直通的 那大家要不要同意 因為你同意的話 我們就可以創造新的在路口的一個小公園 我們看幾張照片 所以他也挑了一個長軸的街道 把剛才這樣的車流轉向來 騰出這些生活空間的做法 就去一路一路把它做出來 那有幾張畫面 我可以看他的視角 像這樣 原本就是直通通的 我開過去或左邊開過去 那他說我轉個向嘛 你就左轉就轉掉了 對面來的過來也是左轉轉掉 所以中間現在你看到綠色框框 就是永久行的車子就不要再過去 那不變成是人的公園 所以你看到他 這個我們都說可能公園不夠 然後他想辦法從中間長出來 好那這個做法 我們就看到其他國家 會也是陸陸續續的在做 例如說這是維也納的做法 那他的巷口比較窄 也是今天想要邀請大家來幫忙 再做一些分析就是 我們要去量一下 你可以用Google Map或其他的地理資料 來算一下他入個入口多寬 是不是要夠寬才能做出這樣子 車流轉向的車主 剛才看巴塞隆道是比較寬 所以他連一個公園還可以流出來 但維也納這幾個案例 看起來是比較窄一點 所以他沒辦法真的留一個公園 但至少有個車主放在那邊還可以 好那這幾個畫面我們就希望把台灣的 一些都市情境一起去探討 那我這邊就舉一個我們現在study的街區 這是在台灣大學西邊的一個社區 那裡面呢也有一些人車衝突的狀況 因為本來的人車衝突 人也要過車子也要過 那入口數就很多 那透過剛才那樣的車流轉向的做法 就有點像是我還是開到這邊 但是我就左轉轉掉了 對面的一樣也是他只是回到他自己的停車長 所以這個綠色的部分就會希望他把它連起來 就不會有一直我要過這個小馬路 路口還要再看一次 那這樣可以把整個 以這條溫州計來看 本來的總共二十一個人車入口 把它降到五個 就是直接是在日常的車流調整上 就直接這樣子 因為你很不能期待 每一個駕駛人都會坐車速減緩 畢竟有時候天色昏暗 他也是看不到環境 所以今天的任務就是 我們要去再多了解一下 整個國際上做這個專案 做這種做法的 的入口的尺寸 因為我們還是要評估一下 像台灣剛才那個小入口 真的能做嗎 所以這邊就有列出一些代辦事項 就是德國 例如說他的萊比奇 或者波茲坦 或維也納、柏林、巴塞隆納、西雅圖 他們的各自的案例 我們都有找到 但還沒有真的去測他的 這個到底是幾米巷弄 或幾米入口 所以希望大家來幫忙 就是在這個表單裡面 你可以挑你有興趣的入口 我們都有一個線上地圖 去呈現他的位置 那你可以嘗試用Google地圖 去找到他的 微信項或地理範圍 然後去量量看 到底這個入口真的是幾米 那我們來評估台灣能不能用 好 以上我提案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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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好耶